你 你 你这么长时间 那温丽丽 那什么人你不知道啊 那就是一条蛇 你是准备做东郭先生吗 首先 在生活里面 我肯定不会跟这种人 成为朋友 但是这是公事 你必须用公司的角度 跟思维来考虑这件事情 温丽丽 能力 经验 或者是处理行政事务的 资历 你觉得你跟他 谁比较适合做行政副总 老丁 到了你跟我这个级别 考虑事情 就不能从单一的角度触发 必须方方面面考虑清楚 对P.A.G.而言 栽培了他那么多年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留住 他让他走了 对P.A.G.本身 是多大的损失 再说了 他对公司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都辽若指掌 如果今天公司没有留住他 把他放出去了 他到了别的公司 反过来 会对P.A.G.造成多大的伤害呢 如果真如你所言 他是这么一个 剧心捧测的一条蛇 那么我相信 绝对的权力 会带来绝对的腐败 那么离他露出马脚的那一天 应该也不远了 你还有耐心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你怎么会拭目以待 冯静啊 你现在已经 所长总裁这个位置了 我确实是有点读不懂你了 我不知道你这算是 运筹帷幄呢 还是过度自信 但是玩火你要小心 小心自焚 散开 你是不理想的 你自己觉得 你真的很容易 没有诚心 你会把你码 了 你没想到 什么 你说的 我自己的 先冰箱 小灵 你的工资我已经给你打上了啊 注意看一下 谢谢老板 辛苦了 对对对 你就在这说吧 这么等下过 这个价格很便宜啊 现在 对孩子 对孩子很好 教育孩子 美女看一下吧 来 这是正的楷书 正品的楷书 这个多少钱 二十 这太贵了吧 二十块钱啊 二十还贵 不行 我给你十五个底皮 十块钱你卖不卖 好 底皮十二 可以吧 那买就算了啊 前面没有 真是的 是吗 是吗 你看看 过来过来过来 美女 拿走吧 快 真是 这给小孩子 你练书法用的 你还和我俩砍价 大姐 我给你打听个事 这边这摊位都随便摆啊 放着 舒不舒服啊 不舒服啊 也不舒服 但是我们有云馆 生意兴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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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啊 安心关护 正童 你等会儿 干吗呀 那个 咱俩和好吧 好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说 我说你这耳朵有毛病吧 我说的是 好 真的 反正又不是我现在说的绝交 是你这小心眼 先不理我的好不好 对不起 再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爸和我妈 想把我送出国 出国呀 嗯 丁阳 我以过来的人身份 劝你一句啊 这国外一点也不好玩 真的 朋友都是陌生的 你也见不着亲人 什么事都得靠你自己啊 所以我劝你 最好还是别出去 我也不想出去啊 但我妈非让我出去 我爸她也不管 我只能出去了 那行吧 反正你都做决定了 那我只能祝福你了 不过我还是得说一句啊 你就是你 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做决定 包括你爸你妈 不过你也不会反抗的对吗 保重吧 走吧 你觉得奶奶今天晚上会不会抱水饺 我觉得是糖醋排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谁快递送错了 怎么都是字 琳珀 学习与文明好的办法 就是多说多写 以后不要老玩 有时间多练练字 妈妈想你了 不敢胡推 Trauma 但是我我们要干 prosecco 然后你撓始又 дев队 我坑满失去 我们全联系 就好 你还要什么�� 喂 安吉利娜 你有什么情况 怎么了 已经两个月了 你还没给David打仗了 他让我找你催款 如果你这个月 不给他打打款的话 他会继续提示你了 这美国人也太现实了吧 最好不要这么不当回事 如果David坚持提示你的话 你就算一个辈子 不要打算回国了 而且他可以把他的提供的证据 专嫁一个中国的发言 可以在那儿进行审判 我知道了 麻烦你能不能跟David说一下 让他看到我们夫妻一场的分难 再宽限我一下 再给我点时间 我保证 我保证一定会还给他的 起码你要这个月 按时把钱打给他 然后上两个月的钱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困难的话 我可以跟David协商 给你延期一点 这个月的钱 你说什么 也不能再拖了 要不然 我没办法帮你了 好 我知道了 伤心勤喊 精小处 功绝晚劫 功什么 功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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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这个 功绝 这不绝屁股绝吗 明月几时有八九闻青天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十何年 雀 学习不到位了吧 谁说的 我这写这么多了 脑子有点晕 我得喝点核桃露不公脑 不许下 我 爹爹 你这人在这儿 怎么有取权记录啊 你卡不会被盗了吧 你赶紧给银行 打个电话挂施一下 没有 没有 那个 我把卡给你奶奶了 可能她 从卡里取权 拿去白菜了吧 这她为什么不直接刷卡 她从来都只会用现金啊 她哪会用卡啊 那她为什么会取权呢 写你的字 回来 奶奶 奶奶奶奶 回来正好 问您件个事 什么事啊 那个 您是不是从我爸 给您的信用卡里取钱了 你爸什么时候 给过我信用卡呀 怎么回事啊 爹地 你奶奶忘了 骗人 我妈是不是又花钱了 是 我 我是给了你妈一张信用卡 那她也许有急用啊 所以她从里面取钱 这没怎么样了 爹地你不是之前说过吗 我们要一起帮助妈妈呀 但是你直接给她信用卡 这不直接把她载回原型了吗 你现在必须搞清楚 她拿钱干什么去了 你怎么又给她卡了呀 我 你也真是的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会被童童看见了 这信息来得很突然啊 我正陪她童童写字呢 那她就看见了 关键完 她之前送给童童一个小礼物 童妈挺受用的 现在情况就恶火了 好了 你也别太担心了 童童接受她 最终还要陈晓琳自己去改 别的没用的啊 我倒是觉得陈晓琳现在 似乎已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怎么了 没有 我的确给了她一张信用卡 但是头一个月 她完全没有使用 当然后来有一些 比较零零散散的花费 但也跟之前不一样 不是那种大额的 甚至还有一些是 临时去取的现金 我想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去她之前 住的宾馆找她 可是宾馆说她已经搬走了 我只好从账单提供的 消费地点 这些银行的地址去找了 但在附近我也没有见到她 那么 你把张单给我 我帮你查查看 怎么了 我帮她那里头 她跟长行当富尔摩斯 反正呢 你现在就好好做你的首席 刚上任 肯定很多人盯着 其他事就别管 我帮你弄 谢谢富尔摩斯 嗯 这被我吓得撒呢 op 你 чтоб当我侄医 上总 这是最新的创意方案 请您看一下 行 放这儿吧 请 爽 马萨 那个 前段时间因为自然进的案子吧 我挺忙的就一直没去找你 那你接着忙呗 不是 那个 今天 今天先上个电影 爱情片 网上评分挺高的 你咱下班的一块去呗 上官 我今天没有时间 要不你自己去吧 我也挺忙的 怎么这么忙了我 至于吗你 我就是约会被拒了吗 这么多年还不习惯 可是他之前对我态度已经转变了 突然现在又这么冷淡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是不是让他不高兴了 想太多了吧 他有什么星座的 这么情绪化 你能不能男人点 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事业 干嘛非要在那个外婆的手上吊死 我知道了 他是不是因为我现在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全 靠个老大照着 完了他现在有点看不上了不 全对 应该就是 不就是业绩 多大点事啊 好吧 既然这样的 当哥哥的帮帮你啊 前段时间不是弄了一个 汽车行业的项目吗 当然了 不像洪星一上任 就干一个自然界的大案子 但好歹也算是业绩 怎么样 跟着我干呗 老大你说呢 没问题啊 你就跟着老天好好干 但是我提醒你啊 光阴海市运营 准备工作 你也不能够落下 正面 我问一下 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 这个 你看见每天见出的人很多 你好 我问一下 您见过这个人吗 美女啊 您也来我们这儿挺多次的了 我们也和你说了 我们真没见过你说的那个人 同学 难道 好 找到呢 干吗 李小姐 您好 稍等 马上 来 您看 看一下 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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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晓菱 别收拾了 给我来一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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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怎么搞的 送了二十家外卖 有十家在投诉你 你怎么搞的 总是不按时间送到 怎么回事啊 晓菱啊 这次客户选了加级单 你一定要准时送到 放心吧 规矩我抖 一个小时送不到 这单算我的 你通常注意安全 放下 嘴 让你那儿 有什么 意味com 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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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枚 你一枚 来 开门 谁呀 谁呀 外卖 外卖 你拍那么大声音干什么 不好意思 您的外卖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才来啊 我那车在楼上坏了 那是你的问题 我点的可是午餐 我也不是故意的 咱相互体谅一下啊 这样吧 相互体谅一下 你让我饿了一顿 我也不计较了 但是呢 我这个人是过了饭点 就不吃饭的 要保持身材 你懂吗 所以说这个餐我不要了 你留着自己带回去吃吧 您这身材挺好了 不用不吃啊 你懂什么 优秀的女孩子 连胸都是A 好吗 胸都是A 有了车 老板 这事也不能怪我呀 我也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晓菱啊 你也得体谅体谅我是不是 你说这车又不是我丢的 你总不能让我给你负责任吧 你也知道我 我家里困难呀我 是 我知道你有困难 可我也不容易呀 店里一共就有两辆车 你这还丢了一辆 你这一辆车根本忙不过来 行了 行了 这个工费什么呢 我就算了 好吧 好在我给这车买了保险 那差价呢 就从你工资里扣吧 行了 没什么事 你就抓紧时间回来吧 我 这个 陈女士啊 刚才你这个情况呢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有消息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是吧 我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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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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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想你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你好 你的婚礼好了 好 谢谢啊 对不起了 宝贝 妈妈现在也没钱了 请不起你吃法餐 你只能捡来吃个吃个啊 妈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妈 我觉得你可能忘了 其实出国之前吧 你跟妈妈也带我来过这 在我记忆中呢 它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只不过以后啊 就没有再找到过那种味道 就一碗馄饨还让你寄了这么久 其实就是那种感觉 那种简单但又特别纯粹的快乐 我有的时候特别想 一下就变回到小时候 你跟爸爸都在我身边 我可以任性地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喜欢周围的一切 反正就是特别幸福 特别开心 但是出国之后 一切就都没了 彤彤 以前是妈妈太自私了 妈妈对不起你了 没事 妈 你说谁能想到呢 我又回来了呀 我还能吃上这碗 热腾腾的混顿 喜欢吃你就多吃点 好吃 味道一点也没变 你给你尝尝一会儿干凉了 这件事情 你真的处理得特别好 谢谢 别跟我说谢谢了 我做的时候真的心里打着狗弄 我都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紧张死了 你考虑得特别周全 陈晓琳现在这个处境 你跟我出面都不合适 但是你既让彤彤看到了 她的努力 也保全了她的自人心 因为我也是母亲啊 我能够理解陈晓琳怎么想的 但是看到彤彤开心 我真的把心里特别开心 我一直想不到好的办法 可以打开彤彤的心结 也想不出来什么法子 让他们母女恢复沟通 但是你都做到了 我好不好 特别好 怎么感谢我 小关 别忙活了 快来 歇会儿 从下班到现在都没好好歇会儿呢 来吃口水果 没事 阿姨 反正我在公司呢 也不怎么活动 绝当运动了 对了 那阿姨一会儿呢我先回家 我儿子呢 我要陪他看电话片 这样啊 那我就不留你了 你看看你 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 真是不容易 哪有 你一会儿尝尝看菜可口吗 奥利博 你就在这儿吃吧 饭都做好了 今天不行 阿姨答应弟弟陪他看电话片 我还烧制东西呢 好 よしон 你 Roth 不 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就是 我妈 我看她最近挺累的 其实说实话 我从小到大 我就没怎么看到过她吃苦 我看她现在一天那么努力 打那么多工 我挺心疼挺担心她的 你不是那个耀侠 qualities吗 你看看能不能帮她找个稳定点的 但是不要太费地工作 怎么那么乖呢 好 我帮你留心 谢谢你 他爹 这才两千三 还差得远呢 你说这大夫是不是忽悠了 这才玩好好的 把他跑个感冒 就得了心肌炎了 孩子都这样了 那还不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你说那怎么办呀 咱们家 可见小桃这一个儿子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你出什么苦 还不嫌疚人 你让我心烦着呢 你看这单子上 这第一笔手术费就一万多呀 咱们那点钱 还是东拼熙凑来的 孩子的病可不能耽误 我能不急吗 你们好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是这家医院 儿童福利病房的义工 我姓朱 您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您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孩子感冒发烧 突然就昏倒了 我们那儿医生说 让我们到大医院来看看 但是这儿的医生 说我们孩子有什么 急性心肌炎 得马上做手术 那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已经安排住院了 可是这个住院费 我们实在是出不起啊 给我看看 这样吧 我跟你们去收费处 先帮你们把这个钱垫上 孩子的健康最重要了 先治病吧 钱的问题咱们再商量 再想办法 谢谢 谢谢 行了 赶紧走吧 别耽误孩子治疗 快走 你要向基金会申请个 后续治疗费援助 是啊 我既然遇到了 不能当做看不见啊 可是呢 就我个人的能力 还是有限的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得到 你基金会的援助 行啊 那就请这个孩子父母 按照流程向基金会申报吧 老段 这孩子是个急诊 耽误不得 等他走完你们的流程 恐怕就会错过 最佳的治疗时期了 特殊情况 你看你能不能给他 开个绿色通道 对啊 对啊 你说的这种应急措施啊 应该纳入基金会的 管理体系里面 但这个绿色通道 既要安全 又要快 然后 还得熟悉这实际操作 这个情况 我需要这么一个人 但我现在到哪儿去找 这样的一个人 我愿意来帮你管理这个基金会 太好了 太好了 基金会有你啊 那真是如骨天意了 其实我离开核心肌之后 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 好像对什么事 都提不起兴趣 其实我并不担心找不到工作 但我希望能做一个 我自己喜欢 也能体现我工作价值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就很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很好的 好 欢迎你加入 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直接跟我说 我们一起面对 一起解决 好 我一定努力 那么说定了 好 来吧 妈 我说不用了 喝吧 今天怎么想起来妈妈这儿了 想你了呗 想我啦 我顺便来看看你这儿 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你都可以帮妈妈了 艾玛 你们在这儿累吗 累呢是有点儿了 不行的工作也不好找 再说你妈我也没什么别的本事啊 你怎么没本事呀 你不会跳舞吗 跳舞 妈妈何止是会呀 上学那会儿妈妈可被誉为舞蹈界 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呢 要不是因为你 妈妈指定就是国家剧院的财柱子了 那您现在还会吗 虽然是很久没跳了 但童子宫这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 太好了 妈 我跟你说啊 我们班有个同学 他的哥哥在健身房工作 然后他们那儿正好缺一个健美套教练 你要不去试试 健美套 健美套 我去试试啊 试试试啊 去试试 小涛爸爸 朱总 朱总 你们好 孩子怎么样啊 朱总 大夫说了幸亏治疗及时 这娃娃恢复得不错 马上可以出院了 那就太好了 小涛出了院 如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你们告诉我 我再想办法 好吧 那给他买一点吃 谢谢 谢谢 您太客气了 朱总 朱老爸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你说这治疗费 住院费 都是您垫付的 您隔三差我来带这么多东西 我们欠您的太多了 别说什么欠不欠的 小涛现在用的是 郑海儿童基金会的钱 基金会就是为了 帮助这些孩子们的 等他们将来长大了 回报社会 谢谢 谢谢 小涛天天念叨 朱阿姨 朱阿姨 像您这样的大好人 一定会有福报的 谢谢 我进去看看她吧 好好好 来 来 谢谢 小涛 小涛 你看谁来了 你今天有没有听大夫的话呀 有 挺乖 朱阿姨 我想到这里玩 你想去游乐场玩啊 我没去过 我想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子 游乐场里呀 有米老鼠 唐老鸭 有旋转木马 过山车 还有书上画的这个摩天轮 那里真好 一定很好玩 这儿 严静 眼看着 你的试用期就快满了 可是呢 你的业绩几乎就是为零啊 报销的单据倒是不少啊 作为首席 你都运营什么了 赵总 扪心自问 我每天都在很努力地 谈客户做业绩 可是这个市场竞争 实在是太激烈了 咱们本身又是一个新公司 资源少 人卖钱 总得有个过程吧 比尔盖茨公司资源好 那你去找他呀 资源都好了 我要你来干什么呀 公司一切要以业务为中心 我们不请人吃闲饭的 严静 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 你要是再干不出什么成绩 你就不用再来了 美洋啊 没有跟你说个事啊 你介绍来的这个叫严静的呀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 要不是看待是你介绍来的 我早就把他开除了 赵总 您别急呀 反正我介绍他来呢 咱们也是各取所需 你要是觉得好用就用 觉得不好就不要用了 不要因为这么个人 影响咱们多年的交情 你说是不是 好 我知道了 今天呢 主要是为了锻炼 你的臀部和大腿的肌肉 跟我一起坐 好 双手插腰 两脚配合向下蹲 开始 一 二 三 大姐 你慢点 跟大家一起啊 开始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三 二 一 右侧闭幕 怎么样 爽不爽 爽 开不开心 开心 高不高兴 高兴 好舒服 是啊 我问你 陈小林怎么样 陈小林啊 我去看过他上课 还可以吧 倒是挺卖力的 我反正呢 是担心 他不是一直在国外嘛 然后也没怎么在国内做过 我怕他做得不好 给欢欢丢人怎么办 这一边是 少给我来这种糖衣炒蛋 请我吃吧 看你 刚运动完就吃 就找着吃 白运动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不请我吃饭 张红星就是我的 张红星就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 气球要调好啊 一定要营造出浪漫的气氛 你今天那么忙 我来不会碍事啊 我今天都要在这儿盯着啊 你今天不是也没事吗 就当作是北北我们 好啊 这里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啊 也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嘛 你刚来P.A.G. 现在不一样了 你是首席总裁了 那个时候在这儿 拍自然界的广告 你帮了很多忙 别这么说嘛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你是不是那个时候 就对我有想法了 想得美 不过我要知道你能当着总裁 你还多拿一点佣金呢 好 来 我们试光 全集试光 演员呢 稍等啊 演员还在路上呢 张总 能帮着试一下光吗 在 下面吗 对 走上去 站定就好 好 现在想想 不管是自然界的案子 还是光一海的项目 你都帮了很多忙 我应该怎么报答你 一身相许就算了啊 下辈子就要做马吧 下辈子 那是人应该要活在当下 要不就这辈子吧 一身相许就能做马 什么时候变那么拼 导演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吗 可以的 我们需要再调试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挺浪漫的 等我考的热不热 有一点 不过能帮上你的忙 挺好的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在这儿 在这儿 你 什么事 没关系 我